OK好,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正在看你的Facebook的时候 你刚好转到有一个短片 一个video 你觉得想把它save起来 改天再继续看 或者要跟你请朋友去分享 那你想把它倒入下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如何把它 这个的倒入下来 那比如说我现在看着这个video 我放倒它 OK, so 这个video OK,我想要把它 给倒入下来 OK,然后我做什么呢? 我就首先在我们最高的这个 address bar这一边 我们就是把整个这一个facebook.com 这一个address bar 这边我们right click它 我把它copy出来 那做什么呢?我开多一个tap 我开多一个tap,然后我把刚才copy的 那个link我paste在这边 那我配在这边的时候 我先不要做这个动作 我就把这前面的这三个W 把它改成MVASIC 然后我按enter 一旦我按enter 那你会来到这一里 你看到刚才你的那一个短片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play它一下 当你play它的时候 你是在这边指着这个短片 right click 你就可以save video as 就在这时候我save它在我的download 的folder 比如说我把它save成是这一个的 download fbvideo ok ok 然后把它save起来 ok 那基本上呢 它就走了 它就正在download 那download过后呢 当它download完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是我们的folder的download 这边你看 它整个video已经download好了 看到没有 所以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能够把我们fb的这一个video 给download下来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下 当foldsave只有29个mac罢了 它是速度非常快的 希望今天的这一个分享 能够帮助的到大家 以后看上你喜欢的这一个video 我们就是用这个模式 来把它给这个的download下来 ok